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事经根据是 你们的优秀却要变为喜乐 《约忘福音》16章20节 前几天记得跟大家讲过 教宗方济国提醒我们做基督徒 不可以在四秦旗、守齋等仰华 要开心喜乐 很多他的文告、通语、劝语 都用喜乐来做主题 譬如说全福音 他说是福音的喜乐 说到家庭是爱的喜乐 然后说环保生态 他用原理受赞众 都是很喜乐的 一句说话来做他的通语、劝语的名字 耶稣跟我们说 优秀要变为喜乐 他用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都是很多时候 在圣经里用的 就是一个生产的比喻 就是一个妈妈生产一个小朋友 一个新生的婴儿出生 带来喜乐 别人说 生儿子是最痛苦的 别人说 因为我没有经验 但是 一个小朋友来到世界上 一个生命 本来没有的 变成有 是分享了天主那种创造的能力 从无中产生的游 所以这个喜乐是很大的 因为生命很成长 会叫 会跳 会哭 会哭 会笑 真的很奥妙 但是可能有些兄弟姐妹说 哎呀 我又不是女人 或者女人都不一定 各个都有生孩子的经验 怎样优秀变成喜乐呢? 不如耶稣说 这个新的人 一个新的人来到世界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产一个新的人 不一定是女人 不一定要做妈妈才是 为什么? 基督徒就是要做新人 是不是? 我们将旧人脱去 穿上基督 就是成为新人 所以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新人 这个新的人怎样可以成就 首先我们要是痛哭 不单单因为耶稣 好像在门徒的时候 因为耶稣离开了 我们就哭了 是不是? 他被人拘捕了 不是呀 这更加是说我们的罪 我们面对自己的 离开天主 我们的不是 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 我们要痛哭 来到在天主面前懒悔 让祂的恩宠使敌我们 于是我们就会成为新人 于是我们的忧愁就变为喜乐 让我们背诵这句诗经金句 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 任务呼音16章20节 还是支持你 优优独播剧场——�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